大家好,今天是9月16日,9月是月中,明天是中秋節,所以祝大家節日愉快 北水方面來說,一定是收斂一點,慢慢地看到這樣 基本上,那個數目,由三個數目字位,去到一個數目字位,就知道慢慢收水,過節 大市成交亦都在緩縮,不要緊的,過完節之後,看好一點,看得到這樣,都是收縮的 大市的指數亦都在回落,不過去到170這個區域,看到是有支持的 近五日,入得利茲,最多的就是阿里巴巴,這個是不奇怪的 因為阿里巴巴將會在北水,提示可以在這裏買,就是港匯通的會悠悠 就是這個情況,再其次,今天上升的板塊都有差不多10個,差不多 升得最多的五個板塊,就是食物和飲品,這個影響不到指數幾多 金,因為創新高,所以貴金屬和黃金是繼續好的 紫和農業產品是繼續OK 農業產品,遲些應該要再過三五七年左右 我們對於這方面是越來越多,應該有實力的農業產品的股票上市的 電力及稍限產品的話,這個就是舊換身的問題 不需要再多說 食物及飲品方面來說,啤酒,星夏,北大邦,這個是耕種的 現在是木業,就是用了乳品的 中國飛鶴,這個是嬰兒奶品的,都有所上升 再其次是,今天有貴金屬,山東黃金,寧寶黃金,焦金,銅關,黃金,什麼金呢 都升好的了 再其次我們看看,就是紫和農業產品,都是很細小的東西,影響不大 農業產品方面呢,還有這個是超大現代,德晶等等的東西 好,我們再跟進去看看,應該是,說完了 是不是,電子及銷行產品,這些是這個,屬於是,即是舊換身的問題 現在不是,先去看看各個版牌 這個版牌來說,就是盈股基金稍下跌的,即指數方面跌了 美團這些,騰森這些還未升,阿里巴巴就還未跌 那麼,康芬新聞的聲勢很高 幸好我們之前買了,所以今天應該一定是有成功格的了 那麼,再跟著看看大數指數 那大數,大市的指數,來到這裡,都是這樣 都是畫那幾條線啦 第一,這裡呢,是 一四六道這些,應該是很大的支持的,應該 那麼,再跟著上面呢,應該要升穿這些 升穿是173772這些位子,這個也是之前那個是低位 那麼,再跟著呢,就要升穿這個位子 是不是,升穿這個位子 升穿這個位子,也是之前是左力位,這個是頂位 那麼,但是是22000左右,連這個22000都可以升穿到,那就好世界的了 那麼,這樣的時候就可以看,這個是,這個大約三萬點的水平 啊,好嗎,拍下夢呢,拍下夢呢,希望拍下夢 好,那麼,再跟著看看我們,就是,看的東西 今天有留意一隻,叫做創科實驗 今天有留意一隻,叫做創科實驗 非常好,沒有發現我們有留意一隻,叫做創科實驗 西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